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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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为我们正道的是王一长老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不如手速安长 哥林多前书系列正道第十七 愿神借着祂的道得着我们所有众人的心 大家请坐 哥林多前书系列正道 有姊妹们 祂是平安 平安 不如手速安长 我坐在下面的时候 我知道在这个夏天 在这个会堂里面 有些地方很热 有些地方呢很冷 我坐在第一排 常常被这空调吹得 一跳下来就感冒了 然后 我就想到中国果然一句话 说如牙泥水冷暖自知 有人能不断的擦汗水 我在那里冷得不得了 这好像到底是不如驾取为妙呢 还是不如手速安长呢 如牙泥水冷暖自知 但是保罗神可以透过他要给我们一些教导 在每一次唱诗的时候 如果我心里为我喜中的感冬 就像那一首耶稣上了玫瑰 其实不论你是已婚 或者你是单身 对基督徒来讲 他的一生呢 都是要唱那一首相同的 那一首情诗 就是耶稣上了玫瑰 在我心开放 圣洁美丽芬芳 人若是唱不出这一首歌 他有妻子的 好像没有妻子的 他有丈夫的 好像没有丈夫的 他结婚也好 他独生也好 保罗说 这世间的样子就要过去了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保罗是来问说 你的心里有没有那一首 一样的情歌 是那一首来赞美 绝书的歌 刚才唱到那一首宋赞音书的圣民 讲到不死的爱 坚入死的爱 我想到以前唱过很多的爱情的诗歌 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让我一次爱得够 一次不够的 一辈子也不够的 他们唱要 让我爱得死去活来 人的爱都是要死的 唯有主的爱是要活的 唯有主的爱是 不死的爱 所以无论是 不如价值为妙 还是 不如手术安藏 其实保罗都是把我们 要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去寻求 去看那不死的爱 我们一起地团来祷告 地团上帝我们感谢赞美祢 主啊祢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信仰是我们永远的婚姻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爱人 无论是在地上在婚姻中 或者是没有在婚姻中的 你的儿女 主啊 都把他们仰望在你的手上 求你那不死的爱能够充满我们 无论我们在不在婚姻当中 无论我们领受神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但我们在这个没有爱 也不知道如何去爱的世界上 主啊 那单身的基督徒 跟那在婚姻中的基督徒 都可以在这个世界面前来见证 我们是有爱的人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 主愿你的爱充满我们 愿在这一个上午 在这一个圣灾的主日 主啊 你的爱能够触碰每一个人的心 你的爱能够比任何人的爱都能够进入我们 无论是在婚姻中的 不在婚姻中的 愿你的爱来感动我们 感谢赞美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明确 那上一次我讲到说 不如嫁娶为妙 所以呢 免得浴火更新 所以基督徒应该早早结婚 如果没有独身的恩赐呢 早早结婚 不要像这世人一样 为了房子 为了车子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还想再晚几年 为了各种各样的自我忠心没有破碎 而不断地去推迟了结婚的年龄 下来之后 我听到一些六姊妹跟我来分享 那我特别呢 跟大家看到几处这个圣经的经文 在旧约和新约里面 当讲到婚姻的时候 都频频繁繁地出现一个短语 就是幼年的期 因耶和华 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 中间做见证 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 谁也不可以诡诈 待幼年所娶的妻 耶利米苏二章二节说 你幼年的恩爱 婚姻的爱情 我都记得 耶和华招你如招那离弃 你心中忧伤的妻 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 真言二章十七节说 他离弃幼年的配偶 忘了神的蒙月 就是责备那离弃配偶的妻子 而马拉基书的二章十四节 是责备那离弃妻子的丈夫 真言书的五章十八节说 要是你的全员蒙福 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但幼年不是指小时候 幼年是指到到了婚家的时候 是指到少年 在今天 好像青梅竹马 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了 但我也不是指到 一定是幼儿园 这个幼年是指到你成熟的时候 是指到你开始成年的时候 是开始指到你作为一个上帝所创造的 有神的形象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开始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神让你跟你的朋友一起进入这个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从幼年开始 你就是全人败败的罪人 所以在旧业当中也不断的提到幼年的罪孽 魏津兄姐妹并不是你三十岁结婚的时候 才是犯罪的 你是十八岁都开始犯罪的 所以 斯本不断的提到 祖安求你 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孽或者过din 当神来责备以色列的时候 说他们在幼年的时候行邪淫 约伯在神的面前祷告 呼求说 你按着罪状来刑罚我 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 我们在这一照里面来看 手术肝腸的理由 在这一章里面呢 我们看到有三个 一个是末世人来临 保罗在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 我们讲有一条主线 有一条暗线 就是不断地提到呢 末后的日子 再讲到这一个哥林多城 这一个看似如此繁华的世界 如此好像你知道 在一世纪的五十年代的中期 其实哥林多城是相当繁荣的 其实他的经济可恐怕 好像成都的经济 恐怕他是被评为 整个罗马帝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然后在这样子的一种时代里面 保罗怎么去劝灭那种面对世俗化的冲击的教会和神的儿女 他不断地提到末世 他不断地把各种的话题在第七章里面 把婚姻和独生的话题 把人作为神所造的男或男或女 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基本的生活方式 带到呢 末世论的眼光和视角之下来看看 所以他提到的第一个的理由 为什么我向你们推荐 那不如手术安藏的生活呢 无论是他论到同生的人 还是论到呢 守寡的人 都是提到呢 那在读生生活当中的人 他第一个提到的理由是 末世的难以 这是讲到一个难环境 第二呢 他提到婚姻的磨难 那 在上一周我讲 我在网上发到一段话 来预告今天的正道的时候 我说 要结婚的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问对方一个问题 就是 你是否相信 主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如果他说他还不相信 你一定要接着再问第二个问题 那结婚以后 你打算把谁定在十字架上 如果他说 干嘛要把谁定在十字架上 那你不应该跟他结婚 因为他不知道人性的败坏 他不知道婚姻的艰难 他怀着那些梦幻般的期待 他不知道 他不认识他自己的罪 他看不到救赎的需要 如果他说 把我定在十字架上 那你也不能跟他结婚 因为他想冒充上帝 这个位置是他想做 他做不了的 有一天他的爱要变成了狠 有一天他的思念呢 要变成苦毒 他会说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怎么这样子对我 我为你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定着不断的流血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一下 他担任不了 那个中保的位置 如果他说 咱爸有房有车 不过把他们定十字架吧 今天很多的年纪人都这样子 他们结婚主要就把 他爸他妈定十字架上 或者他最后说 要不把你定在十字架上 那就不用我讲 你会怎么做了 什么意思呢 人身在是 处在一个被罪所败坏的世界 无论是你的里面 还是外在这些世界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 人性当中的罪对我们影响 你看不到那婚姻的磨难 你看不到救赎是何等的需要 如果没有一位救主的婚姻 保罗说 有很大的磨难 每一个要进入婚姻的人 你们要想清楚 谁为你们的婚姻 必在死人家想 第三个呢 保罗讲的独生的目的 就是要殷勤 侍奉主 耶稣基督讲到 那独生的人 有各种的情形 有些是他经历到 他个人的一些患难 各种的原因 环境的原因 文化的原因 或者是他自身身体的原因 他没有结婚 他活在独生里面 但是耶稣说 有有一种人 是为了天国的原因 自焉的 而放弃了那情欲 在他生命当中 他身体的一个需要 而这种人 耶稣说 不是人人能够领受的 乃是要赐给他 他才能够领受 那这是圣经所讲到的独生 就是指到殷勤的事奉主 所以各位 独生不是指一种 个人中心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为了一种 个人中心的生活方式 而选择独生 那么不如假取为要 不如早一日 破碎你的自我中心 你知道有很多的人 他选择独生 可能是因为事业 如果独生的话 就可以追求事业 就可以凭更高的指撑 就可以呢 叫做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懒得谁来管我 所以他是想活在一个 个人自我中心的 那个壳里面 这样子的独生者 我也遇到过 我看到过有一些 很长年 活在这样的独生生活里面的人 老实说 这样的人 大多数 习气都很惯 为什么 因为独生对他来讲 是一种把自己 封闭起来的生活方式 当他长年封闭他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缺乏 与人沟通 交往 体贴 饶恕 等等 那一切基本的品质 或者是教训 因为结婚的人 都已经在婚姻的生活中 熬过很多年 知道怎么忍受 知道怎么放弃 知道怎么妥协 然而他不知道 这不是圣经所讲到的独生 圣经所讲到的独生 和圣经所讲到的婚姻 都有一个共同点 我们上一次说 都是为了圣洁 那还有一个的共同点 都是对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的打破 都是进入与神之间的生命的团体 最终的目的 婚姻跟独生都一样 为了侍奉这一位神 为了享受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情 所以对于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讲 他把结婚跟独生 当作是天上地下 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 对不对 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独生 那简直就是很可怜 那简直就是没有爱 的一种人生 但是保罗 你看见保罗 保罗几次的提到 他是独生的 这也是为什么 哥林多教会要写信去问他 不但是因为 他是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使徒 而且因为保罗自己也是独生的 所以这问题问他最合适 所以那些哥林多教会里面的 那些禁欲派 那些甚至反过来否定婚姻的 他们觉得 问保罗肯定他会帮我们 对不对 因为他自己就是独生的 但是保罗一开始的时候 否定了他们的这一种 藐视婚姻的想法 他说婚姻是合法的 婚姻不是犯罪 婚姻是美好的 是圣洁的 但是他又表现出他自己的 那一种独生的生活 并且他按照他个人的意见 他认为现今不如安住所长 你在保罗的身上 你读完他整本的新约 你在保罗的身上 有没有看见一个乖僻的 很多年不跟人打交道的 一个独生者身上的所有的毛病 你看不到 你在保罗的身上 是不是看到了一个 比在婚姻当中的人 还更多的充满爱的一个人 更多的充满了体谅的一个人 更多的充满了宽容的一个人 更多的充满了喜乐的人 保罗是有爱的人 所以圣经在讲的 独生的时候 是在讲那种有爱的独生 是在讲那个打破个人中心的独生的生活 为什么打破了 为什么独生仍然还有爱呢 因为你与主的关系 你出于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恩赐 而持有独生 你因着与主的亲密的关系 而享受你生命当中 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盛 你最终也为着殷勤 事奉主的这一个的目的 而选择活在独生的生命状态里 所以结婚跟独生 不是一个截然相反的 两种的生活状态 那第一我们看 强烈的牧师 有些弟兄姊妹说 而且当一些姊妹来问说 我怎么知道 我有独生的恩赐呢 保罗在这里面提到第一点 强烈的漠视感 你感受到 别人觉得这是一个繁华如景的世界 你却清楚的知道 这是一个充满了 幕后的邪淫 罪恶的世界 别人觉得这是一个日子长久 可以不断的延续下去 你却深切的感受到 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 别人觉得一切都太太平平 但是你心里面却对神的国和神的意 充满了一种焦虑 别人看见街上那些走来走去的陌生人 没有听到福音 他的心里面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动 要把自己的生命来献给主 去更多的依换他们 但是你却会流泪 你却看见他们 如同看见行尸走肉 如同看见人们排着队走向地狱 你的心里面被打动 你有强烈的漠视感 保罗说现今的艰难 保罗在这一段里面有几个词提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时间的观念 一个呢就是这里讲到的现今 一个呢29节讲到的时候 那这两个词呢都是两个充满了漠视感的 一个来表达时间的一个词语 现今是不是指到哥林多教会公元55年左右的 那个时候有充满一种特别的艰难呢 那我想那个时候也有那个时候的艰难 当保罗提到的时候 他思想里所想到的 当然首先是那个时代的艰难 再过十几年 就会有拿弥怒皇帝的大逼迫 再过十几年 无数的基督徒的家庭 就会丈夫 孩子 妻子 被送到 斗兽场 或者 只有妻子 或者只有 丈夫 或者只有孩子 被狮子吃掉 所以保罗说 我愿你们 不受这身体上的磨难 再过 十五年左右 耶路撒冷 公元七十年 会被毁掉 整个的以色列国 会从历史上消失 是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艰难 就好像中国古代 你会发现说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也有一种人 至少他是在一段时间当中 那持守独生的 那就是士兵 对不对 大部分的士兵 是持守独生的 他们是为这个国 为这个地上的国 他们是为整个这个民主的人民 在持守单身的生活 而克制放下 自己的成家立业的想法 中国古代有一位 汉代的时候 有一位很有名的将军 他讲了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做获去病 他说 凶木不灭 何以家为 他知道 那个时代 是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 那个时代 是一个整个国家 面临到一个战争的 一个危机的处境 他作为将军 他作为一个军人 领受了 从这个国家 从这个朝廷 而来的那一份的使命 他为了这一份的使命 他放弃家庭的生活 保罗的意思也是这样 保罗的意思也是说 那些领受到一个 强烈的漠视感的人 但是这一个的现金呢 又是指到整个的末世 你记得在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呢 这一个现金这个词呢 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出现呢 是在第三章 就是保罗讲到 外有都是你们的 无论或生或死 或现在的事 或将来的事 那个地方用的是同一个词 就是指到这个末世 跟将来的勇士做一个对比 保罗在 罗马书里面也是用到这一个词说 第八章里面说 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 无论是呢 刀剑是逼迫 无论是或生或死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现在的事 还是将来的事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现金 这个希腊文的原文 是一个带着强烈的 末世感的一个词 它不是只是指到当时的那十年 它是指到 耶稣基督再来之前 整个这末后的时代 在整个这末后的时代 神的儿女教会在这个地上 始终有它的艰难 始终有它的艰难 我们有的时候来形容 一个国家的苦难的时候 来形容生活当中的 重大的遭遇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是用到 这样几个词啊 家破人亡 欺凌之三 所以保罗说 因现金的艰难 不如手术安装 第二 时候减少 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是一个带着末世感的一个词 在那个希腊文的原文的那个词 如果准确的一个翻译呢 不如叫做时刻 什么时刻呢 关键时刻 所以我看见在美国有一份 这个纠缺的杂志 他们就是用这个词 说现在正是关键的时刻 从保罗那个时候到今天 都是关键的时刻 当耶稣基督拿到这个世上 在十字架死而复活 成就了救恩以后 就是人类整个世界历史当中的关键的时刻 这样的时间已经减少了 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在呢 然后保罗说到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 这是这几个都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描绘 我们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看见 保罗一个方面呢 乃为婚姻的合法性辩护 但是在另一个的方面 他的的确确的在那一个漠视的眼光之下 似乎他并不怎么过于的看重婚姻的架子 他反而来推荐独生的生活 但保罗很平衡 他没有讲说 这是主的命令 你们一定要这样 因为主耶稣基督也讲 这是赐给谁 谁才能够明白的 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 耶稣基督所讲的 那一个关键的时刻 耶稣基督在那一个漠视感 漠视来临的时候 他所讲的话 当耶稣被带到城外 要去垫十字架的时候 有许多的百姓 内中有好些妇女 那些妇女为他嚎啕痛苦 这个时候耶稣转生 对他们说什么 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为我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因为日子要到 什么日子要到 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 现今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 时候要减少 世界的样子要过去 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成怀胎的 未成乳养婴孩的有福了 你能够体会耶稣说这一句经文的意思吗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 为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哭 因为当那日子来临的时候 那生养孩子的 那怀胎的 他们要经历 这世上的艰难 当然耶稣基督 在神那里 有祂的恩赐 来帮助这些在婚姻当中的人 经历这些艰难 靠主来得胜 但是他说 那些未成生育的有福 这一段话 跟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 不如手术安藏的第一个的理由跟原因 是一样的强烈的漠视感 所以单身的弟兄姊妹 你们要来问 你们读经祷告 你们去看这个外面的世界 你们去看了一个 在耶稣基督里的国度 神有没有把那一种 强烈的漠视感放在你们的里面 神有没有让你们 对那永恒的盼望 胜过其他的一些东西 把一种强烈的负担 放在你的里面 第二一个 讲到婚姻的磨难 这等人 就是指结婚的人 肉身必受苦难 我刚才讲到 最真实的苦难 就是十几年之后 有多少基督徒的家庭 要欺利之善 要家破人 要在这个地上 为主殉达 要经历 那个人的情感里面的 多么大的伤痛 保罗提到 婚姻的磨难 保罗提到 在这末后的时代 说他有妻子的 要想没有妻子的 保罗提到 在了婚姻当中 也因着人的罪 要为世上的事挂虑 而忘记了来侍奉主 保罗没有说 结婚的人一定这样 但保罗说 在婚姻当中的人 常常会这样 所以 弟兄姊妹 尤其是单身的弟兄姊妹 我想对你们讲 我不是要吓你们 但是当你们 希望结婚的时候 你们并不是像 世人一样 想追求一个浪漫的 婚姻跟家庭 你们来是要决定 是在婚姻当中 去走这条 天路的历程 还是在如生的生活方式当中 去走这条天路的历程 在每一样的生活的状态里面 都会有这世上的苦难 但是在每一种的苦难里面 主都对你讲 我已经生了这世间 所以无论你是 在婚姻中或不在婚姻当中 主的心意都是要你来寻求它 所以如果你对婚姻 怀有梦幻的期待 如果你以为婚姻 就是两个人的 今生的一个理想 如果你还放不下你对婚姻 或者是你对对方的那些 各种各样的要求 常常有人说 哎呀基督徒啊 基督徒要找 找这个配偶的话 跟这个世人一样 世人要什么 他们也要什么 世人要有车有房 他们也希望有车有房 世人希望长得漂亮 他们也希望长得漂亮 然后在世人所有的要求之上 他们再加一个要爱主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想请这些单身的弟兄姊们 你们真的要三思婚姻的磨难 你们在这样子的想法里面 我会讲 你当没有放下你自己的时候 你会经历磨难 就我看到这个 这个周报 我看见有一个小组里面 说到要为单身的弟兄姊妹祷告 怎么祷告呢 我看见那小组里面 说是要为他们 求主为他们预备一个适合的配偶 我哪有这么祷告的 我一定不为你们这样祷告 我要求主为你的配偶 预备一个合适的自己 让你为此破碎自己 为此预备自己 是吗 婚姻不是要找一个合适的人 婚姻是要做一个合适的人 如果你今天就不知道怎样破碎你自己 你不要求神给你适合的婚姻 有一个我看有一本讲的婚姻辅导的书 说有一个妻子啊 他跟他丈夫吵架 最后他跟他妈妈打电话 他说妈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要求不高 我只想找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丈夫 他妈妈跟他说 女儿啊 人人都想这样 但是我告诉你 世界上没有正常的丈夫 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想对这些单身的地方姊妹讲 神的 你的目的是想寻找婚姻的伴侣 但神的目的是想寻找你 你如果让神失望 神必让你失望 在雅各里面 苏拉命女 他不过就想找一个牧羊人 最后上帝 以后华给了他一个国王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找一个国王 最后神一定给你一个牧羊人 你若是不能够打破 你生命当中 自我的忠心 和对婚姻的梦幻的期待 你没有认识到婚姻当中的苦楚 和艰难 你没有认识到当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他要求每一个人破碎他自己 那你还没有做好进入婚姻的预备 你也很难去经历流泪骨 而经历到在婚姻盟约当中的甘甜和美好 我曾经认识一位在台湾的一个长老队的牧师 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 我觉得他是台湾最好的几位神学家之一 但是他经历过痛苦的婚姻 所以他对婚姻的神学有很多的思考 有很多的一些反思 包括这方面他自己的研究 他特别的提到婚姻的脆弱性和婚姻的批判性 那我把它称为是婚姻的一个罪恶性和婚姻的扶判性 他说每一个社会的文化跟制度 都预设了这个社会对婚姻的理解 而这个构成了婚姻呢 两个人的婚姻呢 很难能够胜过整个世界吗 所以有一个非常强的脆弱性 就像我们上一周提到 这个最高法院对婚姻法新的解释 那我这一周我看见一个蛮不错的消息 你们看到这个国家财政部跟这个税务总局 联名出台了一个规定 就是针对最高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 他们说如果在婚姻虚存期当中的夫妻 愿意把一方的财产更名为两个人共同共有的 免征这个税 鼓励夫妻在婚姻续程期间把他改名 但是当你离婚的时候 这个税要重新补回来 就是如果你不离婚 这辈子就不用交这个税 我觉得很感恩 我觉得这个财政部这个 对婚姻的尊重比这个最高法院高一点 但是呢 你还是会知道 这个牧师讲到说婚姻总是易碎的 婚姻总是脆弱的 以至于婚姻总是艰难的 婚姻的苦难和悲剧 常常历史不断的告诉我们 国家社会文化面对灾难的时候的首要的冲击对象 一定是婚姻和建造在其上的家庭 这就是我刚才说 在任何的一个时代 你描绘这个世界的苦难 社会的动荡的时候 你一定是用清理资产 一定是用家破人亡 一定是用婚姻的崩溃 一定你看见一个整个时代的堕落的时候 你首先看到的也确实是家庭价值的崩溃 所以就某个意义上来讲 他说当我们越强烈的感受到 神所斥的婚姻的价值 被这个社会的文化的力量所破坏的时候 我们就越能够体会到 这个社会文化的邪恶 就能够越体会到我们里面的罪 所以婚姻最大的一个价值是叫人认罪的 然后呢叫人来仰望恩典 所以他说在婚姻当中的基督徒 总是要在他的婚姻当中去真切的 去体验到他必须对他所处的社会文化 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 这个将要过去的事件的样子 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所以就意味着基督徒的婚姻是征战的 基督徒的婚姻是有批判性的 我宁愿说基督徒的婚姻是有福音性的 必要的时候 你必须为了神所赐的婚姻的价值 以及在正当的婚姻当中的基本的人性的价值 而奋而反抗 改变更新整个罪恶的社会文化 所以结婚的人就在婚姻当中 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使命 那独生的人就在独生里面 领受了这样一个使命 因为婚姻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情感 使他能够最敏锐的反映 整个社会文化的状况 而使得整个社会文化里面的罪性 不断地对婚姻施加与不同形态的暴力的时候 那么最终上帝所赐的婚姻 必以他自身的不可观量的力量 去对抗这个罪恶的社会 这就是婚姻的批判性 所以进入婚姻是要打仗的 进入婚姻是要来体会到婚姻的磨难 第三一个 保罗提到殷勤的侍奉主 他说我叫你们不如手术安藏 是为了叫你们无所挂虑 因为那结婚的人就是不为主的事挂虑 为自己的妻子 为自己的孩子挂虑 当然你说不一定这样 但是我们真的是知道 孩子很容易成为你的偶像 丈夫妻子很容易成为你的偶像 你们家到底是买一套衫还是买一套二 很容易成为你的偶像 你家里面的存款到底达到多少 很容易成为你的偶像 对不对 这个地方的挂虑 是指的 那个词的原因是指的分开 是指到一个破碎 就是说保罗说 我是盼望你们 殷勤的来专心的事奉主 不为这世事所分离 没有分心的事 专为主的事挂虑 很简单的啊 就好像一个我刚才说的战争 有一个牧师讲到说 当保罗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 他似乎好像是在一个幕后的一个时代 在一个将要过去的这样一个时代 就好像面对一种战争的状态 然后对着耶和华的军队 对着那一个要来开始这一场征战的神的儿女们 来做一个好像是出发前的讲话一样 就好像一个国家 如果他面临战争的时候 你会知道什么样的人出去为我们征战 通常什么样的人去参军 去保护我们 通常是未婚的人 对吧 如果你有孩子 你有家庭 你在神的面前 你第一位的责任是要保护你的家庭 第二位的责任是要保护这个国家 要保护其他的人民 但是没有在婚姻当中的人 他们因此领受到一个 他们第一位的 是要去站出来保护整个这个国家 所以你知道 你知道 每一个社会 即使是在世俗的社会里面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 当他到了最艰难的时候 当他面对战争和危难的时候 他都要感谢他们当中的独生者 因为为这个民族 献出生命最多的是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家庭的卦力 他们的责任第一位的 是面向整个群体的 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 在神的国里面也是这样 保罗说 这些有强烈的牧师感的人 他们专心的来侍奉神 他们在许多的时候 他们尾身的那一个方向 他们来付出代价的那一个方向 就是神的教 所以 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从初代沙漠教父们 直到整个天主教的时代 那么他们把一种独生的 一种属灵的价值 推到最高 以至于所有的神职人员 必须是独生的 然而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一个最大的 一个在婚姻问题上的一个发现 就是呢 改教家们重新的赋予了 婚姻以美好的和合法的价值 所以你看到在奥斯堡信条里面 这是在宗教改革之后 第一个出现的 这个宗教改革的信条 当他谈到圣职人员的婚姻的时候 他说 有意人人抱怨之事 就是教母不贞洁的榜样 因此教会的教母 为了避免这些使众人跌倒的事 都就应该有加事 而且教导人说 教母婚娶是合理的 第一 因为保罗说 但要免淫乱的是 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又说 与其浴火攻心 倒不如嫁娶为妙 第二 基督说 这话不是人人能领受的 就是指导独生的恩赐 这一处他教训人 不是人人异于独居的生活 因为上帝造人 是造男造女 有上帝特别的禀赋和作为 没有上帝特别的禀赋和作为 人也没有能力改变他的造化 所以凡不异于独居的 就当嫁娶 因为没有人的律法 没有誓愿 可废弃上帝的命令和定制 所以改教家们反对 那一个独生的誓言 你知道 在中世纪的时候 所有的神父 所有的修女 他们都必须要立一个独生的誓言 立下这个誓言 就是终生不能够结婚 那么改教家们说 人不能够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在神的面前来立事 所以他们讲到一个的独生是说 丢姊妹 当你今天来领受一个 处在一个独生的状态的时候 你要清新的来等候 你要在主的面前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来得到那丰盛的生命 即使你独生了十年 独生了二十年 但是当神如果把 一位适合的配偶 带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跟他结婚 你不要说 哎呀不好意思 我独生了二十年 娘都知道我独生了 我又结婚了 没有誓言可以来约束这样的 所以我曾经看见有一个姊妹的见证 她说我甘心的活在 我喜乐的活在 今天的这一个单身的状态里面 如果神要我一直在这样的里面来享受她 来侍奉主 一直到八十岁的时候 我仍然甘心的乐意 我仍然欢喜 知道主与我同在 但是如果到八十岁的时候 神要让我做新娘 我愿意做一个八十岁的新娘 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好的 这是一种合一的 在圣经所教导的 那种独生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在第二瑞士信条里面 谈到独生跟婚姻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讲 我觉得他比我讲得好 所以我跟大家读 凡从上帝领受独生恩赐 而能心轻易结的人 要纯心谦卑 纯朴 以保守独生 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 叫身体跟灵魂都圣洁 服侍上帝 而不自以为是人上人 并不自以为是高过那些 在婚姻当中的是特别署名的人 人若无耻种恩赐 应记得使徒的话说 与其浴火攻心 倒不如嫁娶零妙 婚姻是由上帝设立的 他大大赐福婚姻 使男女不可分离地 结合在爱情和谐中 共同生活 婚姻是可尊重的 床也不算是污秽人 这是在再次的发现 再次的重生 来恢复婚姻的一个美好跟合法性 我们反对人禁止架取 或间接地藐视婚姻为不圣洁 污秽的事 我们痛恨污秽的独生 秘密和公开的淫乱 以及假冒为善的虚伪的结语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们看到整个天主教会 是在那一个人为的 禁止架取的里面 充满了污秽的独生 充满了乖僻的独生 充满了秘密和公开的淫乱 充满了假冒为善的虚伪的结语 这是五百年前的教会的状况 但是当我们今天读到保罗的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讲到 教母圣职人员的条件的时候 特别的讲到婚姻 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长老如此 职子也是如此 那他的意思不是讲到 绝对不能够有独生的人 能够担任圣职 比如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我们前不久刚刚离世的 英国的约翰斯托德牧师 就是终生独生的一位牧师 但是保罗却在这里 很清清楚楚的列出 那教会的一个教母的原则的时候 就讲到通常来讲 那一个婚姻跟家庭当中的见证 是不可缺少的一点 那在讲到教会词汇的原则的时候 也特别的提到寡妇 那独居无靠的 那真为寡妇的 记在教会的册子上 必须年龄到六十岁 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 教会要供养她们 但是保罗却说 我愿年轻的寡妇家人 他没有说年轻的寡妇 最好是守真 我们讲的 这不是中国传统的守真的观念 他说 我愿年轻的寡妇家人 生养儿女 治理家务 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 保罗特别的讲到 那年轻的寡妇 又不嫁人 到处东家长西家短 这样的人 不要记在教会的册子上 这样的人 要叫他早日嫁人 所以你会看见 我这样子用两句话 来讲独生的意义 这种姊妹 第一 就是那一个漠视感 第二 是为着服事的目的 所以我用这样两句话 第一 独生是以永生为念 我们当中 神还让你生活在独生的状态里面的地方 姊妹 神教你们以永生为念 第二 独生乃是以教会为家 再次的说 独生不是没有爱 独生跟婚姻 都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第二 独生不是没有家 独生是以教会为家 你看和尚都这样 什么叫出家 出家就是到庙子里面去 跟其他的和尚住在一起 是不是 他始终需要进入什么呢 一个团体 独生不意味着孤孤单干 那是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 那是离群所居的生活方式 不是圣经所讲到的独生 独生是指以教会为家 独生意味着要更多的为基督而活 所以我想对我们当中的一些 在独生当中的 弟兄姊妹来讲说 独生并不意味着更多的为你自己活 凡为自己活而选择独生的 是应当悔改 独生意味着要更多的为基督而活 独生并不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打游戏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追求事业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休闲 独生不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为今生活 独生意味着你有更多的时间为永生活 在婚姻当中的弟兄姊妹 在婚姻当中的教会同工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来侍奉主 因为他首先要照顾那一个家庭 但是在独生当中的弟兄姊妹 他却可以有更多的心智来侍奉主 和侍奉教会 这就是保罗所讲独生的目的 所以我想来问 在独生当中的肢体 你要去省察一个问题 如果你侍奉主的时间和心智 不如那些已婚的肢体 你要悔改 你要问自己 为什么不嫁取为妙 为什么独生 如果你在独生的状态里面 你却不如 那在婚姻当中的肢体 更多的来到教会 更多的服侍 更多的贪访 你要省察你自己 独生的动机 不是拒绝了一个配偶 乃是拒绝了主耶稣基督和祂的教会 你不是 在与人的关系当中选择了独生 你乃是在与主的关系当中选择了独生 那样的独生是悲惨的 那样的独生是本质上的孤单 所以我会想 对那些 清新活在独生生活当中的肢体讲 教会是你的家 如果你珍惜 如果你确知 自己有独生的呼召 如果你的心中有强烈的漠视感 我建议你们搬到教会的附近来住 更多的到教会 更多的可以与其他的肢体同在 因为你将来所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跟难处就是孤单 你需要属灵的伙伴 你最好搬到教会的附近来住 一定要有自己的团契生活 不要把碗堆在水槽里面不洗 不要站在锅边吃饭 要好好的铺好桌布 板好碗筷 祷告 感伦 谢主 像敷业一样的吃饭 因为你有你自己的灵魂的爱人 你有你自己的家 教会是你的家 所以我也想对姊妹们讲 在单身当中的姊妹来讲 很多姊妹说 对今天教会姊妹多弟兄少 所以我以前批评弟兄 不结婚又没有独身恩赐的弟兄应该悔改 但是我也想对姊妹们想说 是神在今天显然的增加了姊妹们寻找配偶进入婚姻的难度 这是一个事实 因为福音传到任何的一个社会 都是首先被这个社会上的弱势的群体 边缘的群体 所接纳 父女 因为男人的心更加的被这个世界将要过去的样子所吸引 而福音要更深的进入这个社会 需要一代人 两代人 所以神显然的是增加了姊妹们进入婚姻的难度 然而这不是咒诅 这是一个祝福 因为你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 跟那些在婚姻当中的人一样 是寻求神 而不是寻找人 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怎样 但是我至少知道一点说 神不满意 今天中国教会的光景 神要在这一代的信徒当中 有更多的要求这一代的他的儿女去更多的寻求 而你们的寻求 会成为对整个教会的祝福 在找人跟找神的张力当中 神要这一代的教会更深的被他自己所得到 因为神要扭转中国教会的光景 神要更深的在圣经的真理上去建造中国的家庭 神要在下一代的教会当中去生养尽钱的后代 所以 神必定要在这一代的教会的姊妹当中 拣选 赤下有独生分赤的子 专心的事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领受了都有家的观念 教会是你的家 你不等于是没有家的人 甚至每一个神的儿女跟神的关系都活在那一个婚姻的关系当中 你也不是没有婚姻 甚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领受了父母的职份 你也不是不担当父母的职份 在婚姻当中的 在婚姻当中生养儿女 没有在婚姻当中的 在教会当中生养属灵的儿女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领受了那个爱 都领受了那一个家 也都领受了父母生养 敬前后代的责任 所以最后 我想讲 基督徒的婚姻 那是在一男一女的结合当中 去见证救赎之爱 而基督徒的独生 是在这幕后的世代 挑选天国的生活方式 我们为在我们当中有独生的肢体来感恩 因为他们在我们当中 挑选了将来在天上永远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是彼此祝福 我们在主的里面都满足 我们不要瞧不起没有结婚的人 反过来 那在独生当中的肢体 不要瞧不起在婚姻当中的人 而自以为更加疏敌 来是看到说 上帝借着在教会永生神的家里面 那一个进入婚姻和独生的 两种生活方式的肢体 共同的在这个不幸的世界为他做见证 在这个不幸的世界 彰显一个永生的生活方式 天国的生活方式 也在这一个不幸的世界的面前 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爱 以至于可以在一男一女之间 带来那最深刻的个人生命的破碎 所以你们打的是两场不同的仗 但是呢却是同一场的仗 你们所蒙的是不同的福 但是所蒙的呢 却是同样的那恩典之约的福 所以有一个牧师在讲到哥林多 前书的第七章的时候呢 他根据这一章提出来五个问题 来问那些在单身当中或者寻求婚姻 或者是在寻求独生当中的弟兄姊妹 来问五个问题 我也把这五个问题送给在单身当中寻求婚姻的肢体 他说第一 我是否从神领受了人生的恩典 我们刚才说五百年前改教运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教会是过多的藐视婚姻 但是今天呢是反过来 当我们读到保卢的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要反过来说 我们是不是又过多的藐视了独生的价值 独生的生活方式与天国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我们又是不是在我们这些在婚姻当中的人 过于高看了婚姻的价值 尤其是高看了婚姻 似乎是作为一种唯一的基督徒生活方式的价值 那是我们在保罗这一个充满了末世感的一个的描绘里面 我们要去重新的来看 那一个更高的目标 是超越婚姻也超越独生之上的 就是专心侍奉 所以你要问第一个问题 我是否从神那里领受了独生的恩赐 第二 我结婚的对象是否已经信主 第三 在如此的环境下 我选择结婚是何宜的吗 第四 结婚会怎样影响我侍奉主 第五 我是否已经准备好与对方相伴终生 我们一起地团来好 听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君王 你是人造我们 你也救赎我们 你也说你是我们的丈夫 你是教会的主 主啊 你 在我们 无论是 在婚姻中 或者在婚姻当中的 你的儿女的身上 都显明你天父的爱 都显明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都显明圣灵永远的保守云灵 都赐给我们那永远的在天上的生活 主啊 我们为在我们当中的独生的肢体 和在生活在单身当中的肢体来祷告 求你赐给他们一颗清新的等候 身体灵魂都圣洁 在你面前亲密的生命的关系 所以我求你在他们的心中 赐下对永生的盼望 在他们的心中 放下一个强烈的漠视感 求你叫他们为着婚姻的缘故 可以去破碎和预备自己 而为着教会的缘故 为着天国的缘故 他们去在你的面前寻求 为我们那独生的恩赐 若是从你那里有领受的 你保护他 你在整个这一面教会当中 你来爱护他们 你保守他们 在那罪的试探当中能够胜过 在那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能够有在教会小组 团庆里面 团队里面 真的给他们一个在基督里的家 天国求你再一次的 我们孩子把在婚姻当中的肢体 也仰望给你 求你使我们也真的 开放自己的家庭 也将我们融入到 那一个在教会永生神的家里面 在这个家里面 有结婚的 有没有结婚的 就如同有男有女 有穷人有富人 主啊这一切你都不看中 你并不看中我们的社会地位 生活方式的选择 因为你呼召我们的时候 拣选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这一切 我们只是在你面前 是一个蒙你的恩 白白的拣选我们 救赎我们的一个神 你自己的儿女 你就把这些儿女放在一起 组成一个真正的直到永远的家 在这个家里面 那有妻子有丈夫的 他们的家庭 也成为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亲密的生命关系的一个表彰 那没有妻子没有丈夫的 他与主的关系 也成为在我们当中 彰显了天国荣耀的方式的一个表彰 求你使我们彼此的祝福 求你使我们彼此接纳对方 是我们的家人 感谢赞美神 听我们的祷告 共处耶稣基督的礼 我们一起以后有一点默想